澳洲银行股们已经纷纷回到了疫情之前的价位 我应该止盈离场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呢是4月30号星期五 那我们的周四凌晨市场呢 是等来了美联储的内部会议纪要 那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方向 与我们之前的展望是一致的 那并无心意可言 而在之后主席鲍威尔与公众媒体的交流会之上 当被问到现在是否是时候开始讨论 缩减资产购买时机的问题的时候 鲍威尔斩经迭铁的回答道不是 并且强调将来如果行动 将会提前与市场进行沟通 从而让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加息购债的态度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 我一直有在做不断的更新与解读 那之所以再次来讲 是因为还是会有朋友 不时会有这样与那样的担心与想法 那其实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 其政策与方针并不难理解与把握 而之所以我们往往对市场行情进行过度的解读 甚至是误判 很大原因可能是来自于部分媒体与公众号的引导与干扰 那市场当中永远不会存在 只存在一种声音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不会 去年第四季度与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同样也不会 而我们的澳洲股市正是在这种质疑声当中 已然占上七千点的大关 我们的四大银行股价也已经纷纷回到去年二月之时的高位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朋友们而言 对于所摄取信息 重在质量而非数量 那三个臭皮匠当个诸葛亮 在投资的世界当中 这句老话我持反对意见 那刚刚讲到上午 刚刚讲完上边部分之后 我们来讨论消息报道 已经成为我们周五的标准配置 那最近一段时间 那先是跟朋友讨论宏观环境 之后再讲到微观的具体方向 也已经成为周五的标准配置 那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为大家推荐能源与矿业两大方向之后 那实际上在去年的第三季度 我是有为朋友推荐银行股的 那信息纷纷扰扰 但是对于一直关注我们 对于一直关注我个人的朋友们 应该还记得CBA是65块钱的路场价 那除了矿业股之外 对于我们投资者朋友们而言 银行股同样值得配置 而因为四大银行业务各有侧重 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选择一家合适的那便会是最好的 而当谈到我们银行股的时候 不得不提正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两个季度的优秀表现 所以我们的澳股大盘可谓稳如泰山 从第四季度开始就不断有朋友前来交流讨论 讲说我的银行股是不是应该只赢离场了 而我的答案从第四季度开始也一直都是 但是我个人暂时没有卖出CB的计划与打算 与持有银行股的朋友们一起共勉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内容了 我是GoMarkets Island 我们下期节目见 股价外汇想买就买 实有黄金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s.com